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股評 今天A股做得比較好 A股收升35點 收報29806點 升幅有1.23% 但港股在3點A股收市後開始下滑 現在跌177點 到27608點 暫時成交有851億 沒錯 你說得很準確 時間性上 我們明顯五後就不太強 一直都沒有怎樣升幅 但A股收市後 我們終於肯跌出來 下降了 當然沒有辦法去挑戰一些稍為高的位置 更加要復服 留意成交方面 下週稍為慢一點 上週半日有554億 今天現在還有13分鐘的交易時段 U盤剛剛去到900億里 1000億頭 如果說到今天的市況 最主要是 暫時貢獻恆生指數跌幅的 都要看柚磅 恆子不是什麼板塊都會跌 尤其是內銀可以升 但柚磅一隻 暫時已經貢獻了60點的跌幅 65點 除了有邦之外 今天亦有長和 就是徐正 其實股價方面 今天不是大波動 仍未跌0.2% 因為徐正扣緊一點 其實近期很多港股是徐正的日子 旗子和恆子的低水收窄 現在低水124點 所以慢慢恆子會跌一點 便會接近旗子的位置 徐正之後便會派息給大家 沒錯 說到友邦、和王、長和 甚至中海油今天要拖一拖 貢獻10至20點左右的跌幅 今天股份跌了2% 相反如今日中午 其實和大家講過 有一部份內銀 其實都站得相當穩固 甚至乎如果真是長線的話 可以回想一下 你看看3988 今天3988 中國銀行貢獻恆生指數 暫時有12點的升幅 雖然點數上不是很多 但你見到它在過去 連同今日第六個交易日 六日裏面有五日升 亦是揚足的 在中間第四日那裏斷一斷纜 但現時已經站穩十天線 今早高位更加挑戰過牛熊線 二百五十天線在三個六位置 似乎萬線和MACD在低位 都準備收窄庫幅 有機會做黃金交叉 內銀整體來說 可能因為它比較穩定 所以走勢上好像見底 即使近段市場跌時 也有小朋友說 買一些內銀去長渣收息 沒錯 另外今日還有 看到一些華為相關股份 因為受著華為可能延遲少少禁期限 信譽本身就有少少彈 但現在都變回跌了 現在跌1% 我想它都有份拖累市 市其實就像它一樣 一度彈過 但一直都要試今天即市的低位 現在打垃圾十字星 成交跟昨天一樣 但因為昨天的沽壓 一點都未能消化 還要再增加6毫子 所以還未能罵 只要有人趁它反彈時罵 我想都要很怕 不知道是否還要再增加多少少 是 信譽都是比較容易受貿易戰影響比較危險的股份 沒錯 說到今天在貿易戰的時候 可以突圍而出的 又講稀土 是呀 因為更新一下它又升得很厲害 7.69中國稀土 現在升高是有1022% 現在是補7毫6 今天呢 其實再有高一點 最高到8毫7 是呀 最高到8毫7 我想那時是一倍半都不止 是呀 即是一隻股份一日升一倍就很厲害 還是一倍半 是呀 一倍半 成交很大 持續下手還要繼續暢旺 這隻股份是17億市值 即是未升之前 應該說8億 今天其實已經有5億8的成交 是呀 即是說完全可以這樣說 超過7.5%左右的股份換了一手 是 其實大家去葉聰炒作的時候 就可能未有看過很多公司 深入去研究公司的東西 其實公司在之前的業績上表示過 稀土被內地的國企公司控制 公司所用的大部分稀土礦財 是國內貿易商在東南亞盡口的 到底內地禁止入口緬甸稀土 會否影響業務和營運呢 都是未知的 但其實市場都沒有理會這些東西 都是先炒了 現在就炒了一倍 而且還沒有立即即日縮回 即是臨近收市 都仍是站穩到有整倍的增幅 一倍 沒錯 市場很明顯 是甚麼都先炒了 因為不單止它 還有一隻半身股 這隻叫做升雨控股 2346 股份第四天上市 現在升了18個 1.56% 你見到市場上都是跟稀土相關 稀土概念 沒錯 但如果你實際去看它的公司資料上 它就是生產和銷售相關的 乳鐵鵬瓷性的材料 即是它沒有完全說是稀土的 即是沒有確切地用這些字眼 在它的一些官方文件裏面 但市場就說是一個稀土概念 這隻也是有 是的 內地方面 其實就叫這個板塊 叫做稀土永池的板塊 即是相關的一些原材料 稀土永池 不單止炒了這隻升雨控股 升雨了一乘八 今天其實還有很多 包括你意想不到 有些有色金屬股份 23621金川國際 以往大家炒這隻 很可能就跟它有個沽礦相關 包括今天就可能炒它 究竟它會不會有相關的這些有色金屬 即是市場都是同板塊 升了9.8% 如何去到6.7指 最高去到7.4 可想而知當時也有一成幾兩成的升幅 留意一下成交異常地異動 平時真是沒有什麼人拘捕 今天4600萬成交 足足比起上日 我想沒有十倍也二十倍成交 還有當然既然炒得菇 以前經常說金川 今天落木也炒起來了 但沒有人會知道落木有否稀圖 落木3993升至4.4% 同樣地最多是見到2.6毫 現在縮起來了 只有2.6毫 而且它們都可以做一些電動車的材料 亦都是一些生產高科技產品的重要原料 或者會衷勁 會不會都像稀土般受到國家級的重視 有主席來巡視 再說 這麼多兩個也是非常投機的號碼 給大家看 新疆新鎮礦業13833升了8% 還有一隻1091中信大猛 聽名字都知道了 又是原材料資源股份 升6% 剛才最高升至4.5元 現在是4.2元 可想而知市場上全部都是放量地上升 但幾乎除了稀土 不過稀土都是由高位收窄一段 幾乎全部都是在高位要下跌 所以投機味非常重 大家真的要自己小心 是 康音就說769等於大麻概念股 Ken就說可否當2038 即是國台銘概念股這樣炒 其實就有些類似 但它就厲害過國台銘概念股當日 紅海系即日已經回很多 一度有升五六成 即日已經回回 但這一隻 其實未見到有回的跡象 即是臨收市 至少今日未有 當然今日未有 不等於明天未回 如果從即市來短炒給大家一個啟示 股份在較早之前看一日圖五分鐘線 在八毫子的位置 打橫行一段時間 衝到八毫七子最高下跌 八毫打底 現在七毫半子一樣打底 所說的打底 五分鐘一格 你看到 十格八格 即是整個小時在八毫子 好了 五分鐘一格 現在都有七格八格 即是有半個小時在七毫半子 即是可以考慮 看看這個位置有沒有支持到 是的 即是嘗試去鼓支持 當然 如果在五分鐘圖裏 即是即市圖 目前要找回萬線 在低位做黃金交叉的話 老實 七毫半子 都是時候的了 不過現在入春都要過夜 大家亦都自行去處理風險 是的 有時這些一夜炒作未必可以維持到 之前有一隻中芯 很刺激 對 不過中芯沒有那麼刺激 即是華為被禁 就說有機會受惠 因為可能會控國產 中國芯 九八一中芯 當日都升到8% 但其實今天已經回回1% 沒錯 暫時來看 我們看看有沒有機會再回一回 它又不是很噁心 很噁心 那倒是 它不算太誇張的波幅 昨天放量升 今天熟量跌 仍然站得穩在過去橫行的 少少高位的位置 看看可否明天再延續反彈的西頭 是 那是一隻跌 另外 其他那些 我想中芯今天掃了 1763中芯今天都可以升到3% 中芯呢 它有個通告 是的 中芯之前就說 可能會受惠到 在華為比峰裏面 因為可能它會在5G商用的時候 大陸機站會有份由中芯、華為和逆利訊提供 不過中芯已經發了公告 就說 有關事而在訊息傳播過程中有誤讀 公司並未就此時發表觀點 其實就沒有說是否 總之就說我們沒有說過任何事情 你猜那個逆利訊可能是陰逆 陰逆 我看到就是愛納遜的 即可能是內地的逆陰 ERIC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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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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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國內其實都是最主要三大 叫做電訊機站設備的發展商 都是華為中芯、愛納遜 中芯透露就是 消息人士透露 10月開始在全國範圍 商用5G展開 今天不排除炒作這些因素 不過始終 都是局限在國內發展 你就威風了 但是沒有辦法出到去 甚至乎都要考量貿易戰的影響 順便也不得不看鐵塔 所以說 不要走去以為見底就追 今早在中午的時候 我記得一隻東西還是一個八毫二 我就說 一定要站穩過八 你以為站穩過八 但其實收市真的站不穩 即你不要以為中午站穩 就代表全日站穩 始終我覺得 就算現在想估市 剛才跌八七八八 現在跌八二 你想估市件底 你也不要這麼快去搞一些風眼的辦法 可以搞在旁邊的 人民幣稍為反彈一點 你看看中資 內銀始終都是強 但是你不要搞著這幾隻 這幾隻都要小心一點 現在恆子進入了競價時段 就報27,661點跌125點 成交方面是905億 我們去完廣告回來 就開始答案上的問題 好了,回來節目時間 恆生指數進入了競價時段 之前跌近125點 27,661點 成交都已經去到905億 我看到今天 在YouTube上中午的時候 有朋友問萬加一聯1762 問任入得過 另外,今天都有新股上市 待會也和大家一起看 萬加一聯 我想幾個星期前 可能也有提及過 在星期五的特別節目中 有提及過 現在正在升2% 報4.66 其實前陣子的圖片 較漂亮 現在就像是下跌 而且穿了50天線 雖然能夠開到小陽燭 但我就覺得 現在就像是媽媽的住 如果這個時候 暫時來說 反而變成沒有特別大的概念 雖然整體回落後 暫時橫行在大桌4.6附近 就是過去兩個月的橫行位 反正如果不是有特別消息的話 就不用急著炒 新經濟今天還是做得不好 在你講今天上市的新股之前 我插了一插最講的 過去這幾天強到不堪的美團 原來都跌了2% 以及去回60齊頭的 這浪似乎 曾經就說炒23日業績 現在還有兩天就23日 但是似乎是否等不到呢 前兩天上過去64元之前的大阻力區 但是就要下來 今天還要下跌2% 似乎跌市裏面它升 不過今天都不是升市 曾經升過 跌市裏面 它終於又再跑輸大市 科技股是特別容易受到這些衝擊 美團就大些了 有些小的特別新上的科技股 例如 之前鬥蒙、微蒙 不知道跌到哪裏 其實都跌得多 不過今天微蒙又升7% 其實今天是有彈的 微蒙今天彈回7% 但是你看到圖 其實就連昨天的陰竹一半都沒有 昨天大陰竹 今天小陽竹 就算彈回也沒有用 所以看看今天上的新股 今天上的新股 2230 不是新經濟的 就是做一個 寧邦 寧邦 MediaLink 現在就報3.1元 其實招股價是4.5元 而第一口價 其實第一口價 今天開市價就是3.95元 即是開市前後收市 是的 首先開市價已經低了招股價 已經低了1.2元 再開市之後就下降 其實相對近期新股來說 是比較少人關注的 但是集團主席趙小燕 今天都在媒體上說 每個人都需要娛樂 就覺得不受經濟低潮拖累 是的 跟大家掌掌知識先 這間公司其實就在全球 向片商採購不同的影片 如果知名的話 好像我小時候看的 就是流星花園 即是F4那套 以至到現在的卡通 好像港資煉金術師 那類 其實都是它 由日本相關的一些片商買回來 再由它賣給不同 譬如東南亞 不同的放映平台 包括內地 很多愛奇藝那些平台 或者無線 不同的一些渠道去銷售 它是做過中間人 它最強或者最優勢的地方 就是它知道不同的片商 有些什麼production 又知道不同的播影平台 有些什麼興趣 所謂叫connect 這些平台和片商 中間還可以為相關這些影片 可能發展一些玩具 炮船陀螺是它的 玩具、精品、各樣用品 都是它授權 賺版權費 不算是新經濟 不過業務上都很廣闊 但是似乎今天表現 確實潛水潛得很深 潛三成 其實它不是近期上市的 很多新經濟股份 不斷炒上那類 不過其實集團方面 營運總監張偉傑就說 市場積極發展5G技術 它說娛樂全球化是大勢所趨 那就提到這些字眼 不知道是否想暗示一下 我都可以有這些炒作 但是未見到 除非它說實質可能有什麼發佈 但是暫時就見不到 有些實質相關的事項 如果只看股價表現 我不理它什麼名字 不理它什麼行業 只看技術形態 首先叫做四號三指是上市價 一開已經三九五 即是四號三也不用拿出來說 直接拿三九五 作為一個分水嶺 企多三九五都還可 但是上網空間很有限 因為四號三指是一個參考的阻力 跟著下方 現在可以這樣說 是沒有參考支持 因為三九五以下沒有上市價 基本上每個位隨時都這樣跌 我只可以說 唯一薄僑倖 就是究竟會不會有些包銷商 普箭人 就在頭十五日 就可以托上四號三指 不知道的 有些沒有的 不是四號三指 Sorry 四號五指 但是 是的 之前有些股份 整個穩假期過了都沒有出過手 可以托得去前面都是這樣的 所以現時似乎 唉 不扭得過 不扭得過 一定要起碼上水面才好講 嗯 另外 今天還有第二隻IPO 剛才說到一隻 一隻隻 一隻隻 今天暫時是一隻 二、三、零 接下來還有的 之後再跟進一下 好 接著就看看網上的問題 Edgar就問1030和1818有貨 要不要 止蝕走人 1030申成 今天就頂點 升三號先 八個一號八 八個一號八 八個三號二 我也是那句 盡快站穩八個二號半有利於平穩 其實今天的市場真的不是跌很多 還有其實不是跌我這堆股份 當然了 我的領軍股個別都真的還在潛 但是 你見彩生活 新城 華神與華 復星全部都有 一至三個百分點升幅在這裏 跌那百三點 真是來自友邦 已經有百五點 有些大一點 有些海友 所以今天 中資本身比較企穩著 而且內銀很大力 所以 不如給多一點點耐性 看看恆生指數 有沒有機會在現水平橫行企穩 恆生指數就定了 跌百三點 就較剛才 競價時段跌了單位數幾點 剛才一二幾 即是近那個位 對 成交方面過不到千億 九百五十億 九百五十億 你當它是小股額跌市 是 成交方面股份都是差不多 今天都沒有個別 一些大腦的股份 就有個別 很大波幅 至於Edgar 今天全國人都是看稀土 對 大家就湧進去 這些沒有空看 沒錯 Edgar還有一隻一百一百 他都是問要不要止虧走人 招金其實今天都有升 升0.5% 報6.82% 如果你買招金其實都是想著 場搶地 場搶地 避險 或者看看貿易戰有甚麼問題 金也是一個避險的貨幣 還有很多時候這些情況 金價就會升 我覺得都可以繼續 我都同意 還有儘管和你看到金 看看有沒有啓示 如果現在去看金價方面 1277 隔夜收起 橫行的位置 之前4月份 月初 是1270 左緊 如果金 確實這兩天是比較低 但如果金不跌穿1270 其實都是一個橫行 震來震去 確實我都同意 有少少避險的功能 所以就儘管貼著 剛才有看過一些有式金屬股 看過2362 Jarrett問怎樣看 6日9日 2362 6日9日 其實就算是 現在收報6日8日 稍為高一點 其實現在都是看看 明天是 站不站在今天那些位 或者看看明天可否開到陽軸 是的 我覺得既然你都投機地 如果我是你 今天6日2開的 後市5穿6日2 我就照等 又儘管搏下大霧 雖然我覺得 贏面不夠稀土高 不過 說真的 稀土升一倍 不是升一成 有些人升一成 都不想追 有些股份 但是稀土升一倍 才追又是恐怖了少少少的 你這東西應該都不會怎麼中 不過今天大成交 可能祝福你 是的 但是6日2指不穿不走 反正你也是預料到 不如容許多少少下行空間 今天枝粥沒有吃光 照等可也 是的 但是記住 如果失去6日2指 真的不要等 這東西平時真的不是很慘 我想 最好連陰粥也不要出 陰粥也要擔心一下 如果今天是炒這些消息 炒上去 是的 康音就問1368 他說 日日都陰光色下跌 何時才會升呢 1368 又是差一點的 那一陣子 五月初 也有個收購 是有月積 收購 Case Visa 對 就開始好像一個新形勢 升穿了幾個線 但是現在都已經下降了 4.4 如果要看資遲 就很近了 5月2日這個開市位 就是陽足底 4.3號8 如果這個位都不行 隨時就4元齊頭 上年第四季橫行底部 我想不要穿這個位 如果穿了 就要考慮一下怎樣 幾隻體育股裏 他都算樣衰少少 雖然他在低位反撲上去 但是 你看到安達比寧那些 一直多頭向上 這隻股份 暫時麻麻 看緊少少 4.3號8 他有些 本身自己公司那些 裂口低開了之後 其實一直都是向下 是的 當時以為他的收購 是否那麼厲害 看到假日 不停彈 但是 就開始市況差 之後 就算市場彈回去 也沒有怎樣彈 如果他站到4.3號8 而這麼巧 撞著 市場有機會站穩 我也會保持 看看有沒有彈 但希望 兩件事都成真 希望市場站穩 希望他也站穩4.3號8 一下康音說堅持住 暫時是這樣的 好 現在報多次行指 就報27657.130點 我們明早回來再跟大家看見 明早9時15分電 拜拜